大家有没有想过美国人为什么这么爱辩论 为什么这么喜欢跟别人吵架 如果你们有看过美国的新闻的话 你们也发现过他们真的很爱辩论 而且是那种一点客气都没有 一点礼貌都没有的辩论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来中国之前我也以为这是很正常的 我的老师们他们一直在强调什么呢 critical thinking 要做critical thinking 要有一个批判性的思维 然后你有批判性的思维之后 你就跟别人说出来 然后在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 你们就可以发现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谁的看法是比较好的 谁的看法是需要有改进的地方 现在已经陷入了我的前意识当中 就是那种要做一个critical thinking的人 但是呢我来了中国之后 我发现如果你在别的文化当中 如果你不断的辩论的话 你就不会有朋友了 这是真实 而且说实话 我到了中国之后 我发现也有另外找到真理的方式 另外寻找真理的方式 辩论不是唯一的方式 还有别的方式 所以透过今天的视频 我就想探索这个问题 西方与东方在教育方面 尤其是这个方面 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 我们当然可以讨论一些表面上的东西 比如说中国有三年的高中 美国有四年 没有意思 我们也可以讨论说 可能更深入一层的 中国的教育重视考试 美国的教育重视写论文 据我所经历的就是这样的 我在中国的时候 最主要的就是考试 我在这里的时候 我老师们尤其是大学的时候 一直强调的就是 写好的研究论文 写好的研究论文 你要认真的研究等等 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就有这样的区别 但是我主要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有这些别的区别 最基本的区别是什么 我当然不能完全确定 我的答案是对的 所以你们在评论下 也可以跟我进行辩论 这也会挺有意思的 我有一个想法 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所以就想提出 我的出发点就是 孔子说的一句话 我给大家读一下 子曰 无语回言终日 不为如鱼 退而醒其思 一族已发 回也不渝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孔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 在这里他就夸他 我看到一个解释书 是谁写的 杨伯钧 好像是一个 一个受欢迎的一个解释书 他说 这是孔子最爱的学生 最喜欢的学生 所以这个学生 他现在的行为 就可以告诉我们 这是孔子真的喜欢 一个人有的一个学习方式 所以这个学习方式呢 是什么呢 他就认真的听 他没有说什么 他没有跟老师辩论 第一 他尊重了孔子 这位老师 第二 他认真的听 回去 直接实行 所以对孔子而言 最主要的两个 教育的两个方面 就是什么 尊重老师 透过反思来获得理解 就有这两个方面 透过这一句话 当然可能有更多 但是一个基础吧 我的想法就是 为什么会强调这些呢 跟之前有一些人 在评论区跟我说 是因为东方人 很重视传统 我很认同这一个说法 他要孔子在这里 或者别的老师 在华人的文化当中 最主要的就是 要把这五千年的历史 这五千年来的这个文化 传给下一代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 透过反思来获得理解 并实行 而且就是尊重你的老师 因为是他有这个传统 要传给你 所以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美国人呢 西方人呢 真的是完全相反的 跟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大家知道苏格拉迪吧 苏格拉迪他是 最早的一个哲学家 他对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大的 大家都知道 他说了这一句话 无论是什么人 我无法教导他任何东西 我只能让他们思考 很明显 对苏格拉迪而言 教育的主要目标 不是交给别人什么内容 什么知识 而且让他们能够 有自己的判断力 让他们自己去独自思想 这是他的主要目标 所以你看到了吗 重点不是 你能学到多少内容 你能学到多少知识 而且你能不能成为一个 独自思考的人 东方人重视的是传统 西方人重视的就是 个人的思想能力 个人的批判性的思维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文化 学到好的东西 学到真理 所以我们从东方 能够学到什么呢 我们说孔祖的这一位学生吧 他的态度是非常谦卑的 他知道如果他要面对这个世界 就有很多很多他需要学到的东西 要向他的老师学到的 现在的美国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有这么了不起的思维的能力 他们不谦卑 他们已经变成了骄傲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 他们不需要知道一些其他的知识 只要他们能够培养判断力 他们就不需要别的东西了 但是这是 当然这是很幼稚的 如果我们不知道历史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长辈所犯的错误 我们也就会犯同样的错误 大家都知道这个真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我们要向孔子的这位学生学习 要做一个谦卑的人 这是学习的开始 其实你不是谦卑 你不能学到什么的 你不能做一个教育的人 我们经常说这一句话 因为我们的文化就很多的运动锻炼 所以我们就会说 你要做一个教育的人 要一个可向别人学习的一个人 没有谦卑 你就什么都不能学习 因为你觉得自己已经够了 自己已经够了不起 不需要向别人学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这是教育的开始 一个谦卑的态度 西方呢 我们可以从西方学到什么呢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学到知识 不能成为我们教育的一切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只是在学知识的话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 但是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现代 科技越来越发达 变化就越来越快 是不是 这是一个又复杂又异变的世界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判断力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批判性的思维 其实我们的知识也没有用 你要知道怎么应用你的知识 你才能够面对现在异变的世界 单独学知识是不够的 并且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世界有多少自想体系 太多了吧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批判性的思维 我们怎么能够研究这些不同的系统 自己来想哪一个是对的 哪一个是我应该把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努力来投到里面 这是很重要的嘛 如果没有判断力的话 就没有办法面对这么多的不同的思想体系 那透过这些观察 我的建议是什么 我的建议就是 首先你要知道 你处在哪一个教育系统当中 你是在一个很注重 独自思想的一个教育系统中长大的话 你可以多学一些知识 相反也是如此 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注重知识的一个教育系统中长大的话 那你可以多注重一些有关思维能力的一些学习方式 比如说我的话 我初中高中的时候 我和大学都一直是这样的 非常注重独自思想 思维能力的这种学习的方式 我们写了特别多的论文 但是如果你没有知识 你写论文也是不是特别好的 因为你需要从一些data来写这个论文是不是 所以我个人的话 现在的我 我一直在强调学更多的知识 是为什么我在读论语 或者我在学历史什么的 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判断力 已经有培养到了一定的地步 但是我的知识很差 我对历史的了解特别差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方面 如果你是在一个注重知识 你可以找一些朋友 三到五个朋友 你们可以办一个非正式的讨论 你可以每个月选择一个话题 你们可以就很礼貌 很客气的在一起就辩论 不需要成为对的人 不需要知道一切 你就是这个过程让你可以有成长 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的时候人类就是很极端嘛 当然学到知识很重要 我们的传宠特别重要 独自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为什么呢 我们总走极端 一个文化走到一个极端 就是为什么学到不同文化 为什么重要呢 就是因为这一点 因为人类常常走到极端 所以我们学到不同的文化的时候 就可以更好的理解自己在哪里 有一点极端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个人的话就非常极端 我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 一点都不会学什么 不会进行历史什么的研究 我只会那种辩论的学习方式 要先了解你是在哪个处境长大的 你可以向别的文化 用他们的教育方式来改进你的缺点 我个人正在这样做 我在中国花了三年 对我的学习的态度 我对教育的看法 有所改变 有所改进 我觉得 所以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一点 好 没有别的了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给我个三连 可以给我点个赞 可以跟你们的朋友们分享 下次见 Adiós Machachos